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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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还以为 你一直对博弈没有什么兴致 尚有所好 臣甘愿奉陪 他就对你那么重要吗 这个宫人 臣跟陛下心里想的一样 现在就想把他扔进太爷池里 可是他的画鸭 供资 刑部都交上去了 此人身上有多出火痕 按照国法 非行供述 是不作数的 我还以为你今天是向朕来谢罪的 臣还想向陛下要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在你手上吗 灯华公工人孙氏官在哪里 更去 那个人只不过是一祖子 臣质疑祖子何用 臣的奏书 请问陛下遗览过了吗 这局棋你觉得自己能赢吗 棋到臣不太懂 但如果今天臣赢了陛下 那臣的请求 陛下能够答应吗 是 你 如果棋盘是天下 那么伯弈就是御天下 持权手要紧 统谋略要紧 官大局 保大局更要紧 为了大局 有时候要懂得啊 陛下 臣日前上座 想请贵妃前往宗正寺 协助大宗正 审查太子妃遇害一事 请陛下恩准 是你的庶母 只是天子妾 还是师君一兄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这局棋 你已经败了 你近日种种言语行为 朕也想谅解 也想关书 可是人情和制度 皇太子肖定权接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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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本宫工人故事 匿谋士君 业以供述 罪当大辟 拙殿前都指挥使 即刻所拿 一律论处 皇太子定权 包庇属实 本当即以同谋论 念其暂寿蒙蔽 且自行遗送 存悔改之心 拙从轻发落至宗正寺 自行戴罪 钦此 殿下 请接旨吧 皇太子请接旨 皇太子请接旨 臣肖定权 对这道旨意 不认识 臣不会接的 不但不接 臣身为坚果 不能认可 还要对这封旨意 行风博士 臣不需要陛下的宽恕和谅解 该被宽恕的人 也不是臣 好 好好好 朕还以为你会有什么更高明的法子 没想到靠的还是朕给你的 以下 他们那人都去了 诸位是 下官等隶属刑部 下官等隶属御史台 下官等隶属大理寺 三法司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等前来 等候接收涉嫌弑君的 灯华宫内人 孙氏 并彻查太子妃死因 有圣旨 还是令旨 王常事 我们等的 就是令旨 你竟然串通了三思 臣没有串通 三思是按国法办事 没有 那刑部张璐正他怎么会 提起诉讼之人 剑生张绍云 是刑部尚书执亲 立案参审 张尚书都必须避嫌 主官避嫌 立由左官代替 你还找了杜恒 那御史台和大理寺呢 何政察 张尚书 那个御史台的印 是你盖的吗 怎么了 出了错了 那不是我 没错呀 杜世郎跟我说了 这件事 张尚书要避嫌吗 那你怎么就盖了呢 张尚书 你这叫什么话 立案公文是你部一教的 你部跟我部是平几 你部一教 我不必须受理 这是制度 受理之后 你部明明可以驳回的 我凭什么驳回啊 我就不想驳回 何公 你 何公 宫廷尉 太子妃的案子 你也是 郑公啊 你以为我情愿哪 刑部长刑宋 御史台 长督察 我不长复合 这一个案子 你们都同意了 我不肯定要参加呀 这可是国法呀 郑公 你有在这儿急的份儿上 何不先回去找到令郎 让他到东宫方府 把案子消了 不就结了 湛师傅 湛师傅长皇太子及妃术 接到妃直系南亲 张绍云提请 提交左春方 左春方掌东宫文艺 据文书 递交刑部 这都是衙门对衙门的正当公式 只要刑部同意立案 杜师傅 我是有事要求你 臣不敢 剩下的 就全都合理合法 朕让你监国 看来你学得确实不错 臣子监国以来 还是第一次听到陛下的夸奖 太子啊 为了一个女人 你真的就要背逆军府和尊秦吗 制度和人情 陛下说过 是两码事 你有一议正可以再论 但是 陛下 只要臣盖上了一颗 这个案子 就是外朝来审了 正是 你 我 没有 你 没有 无韩 就 我们 没有 いく 我 是 几分 你 我 昨天 真是 我 我 朕知道了 冯可遥 你亲自送贵妃 去宗正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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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 臣在外面恭候 不识妾 这话 贵妃还是跟大宗正说吧 大宗正 是先帝的弟弟 殿下的叔祖 还是武德侯的姑父 对他 且分辨得清楚吗 贵妃还能够分辨 我的母亲 妹妹 和我的妻儿 如果他们能够跟贵妃一样 有为自己变败的机会 那该多好 我 不想辨认识 我 我 不想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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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想辨认 我 不想辨认识 幸灾乐祸 等出了宫 你和灯花宫那个 我也会一起送过去的 那里听起来 比刑部还可怕 是啊 阴森可布暗无天日 小鬼听 怎么能跟严峻殿比呢 那小人还不如 再从这里跳下去 跳啊 这一次 我会从桥上看着 慢慢地欣赏你 沉下去的样子 殿下 大宗盛他 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不会偏思 何况 我也是会去的 够以后 帅小人 大宗盛 袋 啊 走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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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宇 李刺使 怎么亲自过来了 我的几趟人 他们的话都没有用 那我也只好铤而走险了 城门的豪桥车早就搭好了 你说 这些援兵怎么还在这 扣虽围城 但城内梁末禁祖 刺使安守即可 为何要善出啊 围城 你去看看 他们分明是在宫城啊 如果这是武德侯的意思 这是末将的判断 你 天大的责任 一个鱼后 你担当得起吗 在这儿 末将就是主帅 看来 我的话也没有用 但今夜 我带着都战的圣旨来到 杨胜 难道你想抗旨吗 李刺使 末将是军人 只认得刑事 不认得圣旨 杨胜 你放肆 是 是 师伯 师伯息怒 是伯 宝恩 哎 党真是令尊的将领 是 国明察 这 就是他的指令 是谁放这个皮医匠进来的 带出去 杖刺使 杨胜 你胆 放到 本阵看明白了 你来也不用在这儿一场一鹤的演习 正如本阵所料 你们不会不动兵 只是要等本阵 把天长营耗尽 师伯 师伯何出此言 师伯 师伯 这话 可千万不能上奏啊 老夫为天子守国门 这是君主 谁是你师伯 师伯啊 若嘉义伯非要与老夫攀这个旧情 老夫奉劝你一句 就算你们不想国家的处境 也要想想东朝的境地 告辞 是 只要臣盖上了印 这个案子 就是外朝来审了 臣 是在请示陛下 应该怎么办 根本吗 城州那边有消息了吗 陛下 还没有 在下 Со 是 你说是不是得太子下到永治 才管用啊 陛下 臣惶恐 大人 这里危险 快走坏 大人 大人 传我将令 全体将士死守城墙 不可退后一步 为令者 斩 是 在这边 上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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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长大了 也听不见谁的劝了吗 不大的时候也没听过你的劝 怎么开局 殿下打算怎么了局啊 我不会插手的 等着叔祖下结论 他怎么说 我听就是了 不 小人士问 你跟陛下 何道然在等我 我听演讲去了 这还没出符呢 听什么演讲啊 这长大了 这撒谎都不走心了 我还能听得见啊 我 我 我散门大了 东西搅回去了吗 是 臣亲自送去的 他 知道了吗 陛下 散了朝之后就离开了 臣不清楚 殿下 请殿下 一遇宗正寺 叔祖 这么早有事吗 来的人没有说 只说是要紧事 大宗正正等着殿下呢 殿下 殿下 你怎么 在这里 是大宗正教臣过来的 他说了什么事吗 你怎么回来了 你奉旨在军营植树怎么 目前还好吗 我不知道 本宫问你 你怎么私自回来了 圣驾至 你怎么回来了 大宗征呢 殿下 请进吧 封门 大郎 太子妃亡顾一事 是宗室大事 你们都是宗子 朕想你们都应该过来听一听 带上来吧 带上来 陛下这是 宗人孙氏 朕亲自问你 你要据食以赴 是 前日在刑部供述 指使你毒害太子妃的人是谁 是贵妃 陛下 她是构心 却绝没有 朕再确认一次 是贵妃 还是 受他人指使 朕不会动刑 这里的刑你也不配 但如果不据食以赴 是赤足之罪 所以你想好了 再回话 是 宫人故事 毒害太子妃的也不是小人 是她胁迫小人 让小人这么说的 宫人 她胁迫你就认 那天晚上小人看到了 太子妃向她下跪 还哭着求她 不禁小人看到了 而且 去请太子妃敷衍的苏内人 也看到了 太子妃殿下 您这是 殿下遇体不适 你快扶她起来 殿下 太子妃像一个奴子下跪 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 放肆 你放肆 你在跟谁说话 陛下 这个奴子的言语 简直是 荒唐 她言语荒唐 你行事就不荒唐了吗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你还亲自涉水 是怕他畏罪自裁 公输一句 罪证昭彰 不严加惩治 还亲往刑部 臣去刑部是因为有人 此人何以由他指认 又何以会受他胁迫无止 陛下 彼此留些体面 就不要明说了吧 我的太子 小人没有写破 殿下更加没有知识 请陛下明鉴 明鉴 放肆 谁生会 莫无君上 上行下效 难怪呀 来人 来人 陛下 离斩 是 陛下 此案应该由大宗正亲审 陛下怎么能够岳祖带袍 老王爷 这怎么回事 怎么门给关了 殿帅 陛下在里面 还有谁呀 是殿下 我 老王爷不能进去 我是大宗正 已经不是了 陛下 是殿下 免除了他的职务 那也要等新任 按照家法 大宗正之位空缺时 待见大宗正的又是谁 陛下为了避故他们 陛下为了避故他们 都不惜走到这一步了 都不惜了 澗宗正之为 你们都不忍赏了 太让 doctrine了 你都不许 那小宗正之 你还没那么多 宗正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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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